中国和美国现在进入到一个战略缓冲阶段 咱们之前谈过 拜登这次派高级官员访华 其实非常明确 他为了大选 他必须要降低于中国的烈度 那很显然这是一个机会 中国必须要拖住美国 延长中美摊牌的时间点 那么咱们要看到 拜登上台其实是一次美国 缓和与中国的关系 激化矛盾是特朗普 但缓和是拜登 那拜登上台引发咱们说 第一个战役缓冲期 中美的战役缓冲期 这个激化的时间点 是在特朗普上台 与中国开始激化矛盾 和拜登交替 那就是他的战略缓冲期 2019到2020间 拜登的政策团队 包括沙利文 布林肯 坎贝尔 就纷纷在主流的媒体上 发表了多篇 对于中国的政策文章 当时就阐述了 拜登 他们执政团队 执政之后 调整对华政策基本策略 2020年年底 美国总统大选的激烈冲突 共和党 民主党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 那这些都预示拜登上台以后 会出现一个战役缓冲期 那结果真的是这样 突然间就逆转 拜登团队的主要成员 和特朗普团队的 这个蓬佩奥啊 布尔顿啊 班农啊 是有区别的 可以视为是 他们是理性打压 非理性反华啊 这么一个区别 特朗普那个团队 简直对吧 简直就是疯了嘛 咱们现在看就是像疯了呀 这个由此产生一个缓冲 缓冲期 比如说 如果蓬佩奥等人 在21年以后继续执政 大家想想蓬佩奥那货啊 中美关系 可能是悬崖式下跌了啊 当时中国就准备动用这个啊 空图师直接 直接收复台湾了 那时候可能出现战役摊牌啊 战略摊牌 那比较危险当时啊 当时咱们是第一个时间报的啊 非常危险 那出现一段或几段战役缓冲期啊 现在看的是可以可以预期的 因为总统大选嘛 这就是美国人啊 他给中国的一个战役缓冲区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不会有现在这样啊 而是直接断延式下跌 科学上是有利于战役相持的啊 咱们可以看到拜登上台以后啊 后半段啊 说首先上台以后半年内没有出现明显缓冲 对吧 缓冲也小于预期 原因主要就是特朗普设置战役太大 华盛顿的反华政策 政治正确等等啊 无论谁上台以后 他都不会立刻改变 还有就拜登团队对中国的政策意识形态因素非常强 精确打击啊 小而高强策略 他比特朗普团队反华的这个态势啊 更有迷惑性更有号召力 拜登对中国的政策调整呢 也增加了这个啊 一条一条是这个要 以规则来锁定中国 就是实际就是把中国这个统一战线给打掉 然后团结朋友 这和特朗普单边主义完全是不同形式了 中美呢 二五年新一届 到二五年新一届美国政府上台 中美就进入战役计划期了 就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新的这个政党轮替 都必须要对中国展开攻击 然后呢 这个原因在距离三零年 第一个咱们是中美第一个时间 他总总共的这个预期是三个时间 这也不是咱们自己说的 这是美国的这个智库啊 美国的几个核心的智库啊 CSIS 他们的这个报告都已经将这个中美摊牌的时间啊 或者中美激烈对抗的几个阶段都已经预测 2021年到2050年30年啊 这个是什么呢 是 中国这边是两个百年 对吧 美国智库呢 比如CSIS 他发布的2020战略报告里边 明确2020到2050啊 另一个智库叫2049中心 他也已经啊 把时间段定为2020到2050 他的啊 核心呢 就是中国 你看2049嘛 他核心这个智库名字 就是中国第二个百年目标啊 做假想对象的 这个智库就是针对中国的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智库 2049啊 中心 他的预测呢 就是2050年 是双方战略预期目标 别管是美国还是中国 就把2050作为一个战略目标 谁能在这个目标达成自己的战略啊 中国咱们讲过2050要干什么啊 那这30年内 只要双方的力量对比 没有发生逆转 那战略竞争 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就会始终存在了 所以很多人其实啊 要明白啊 这种这个中美之间的现在的状态 它是演变的 但是时间点 现在所有人都看到设定在50年啊 那这里边啊 咱们要讲讲中美之间啊 中国的崛起 和美国这个霸权是吧 这种变动的方式 美国的这个霸权 70年代 80年代中美国当时和苏联嘛 两个超级大国 就是说美国霸权不完整 对吧 苏联解体以后呢 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 美国霸权构成了一超多强的单击世界 08年金融危机 2022年新冠对吧 阿凡撤进乌克兰危机 这都已经显出美国的衰弱啊 美国霸权衰落的一个较长历史过程当中 这个里边呢 美国仍然是保持国力最强国家地位的 美国的世界上仍然是最强的金融控制能力 科技能力 金融能力 霸权衰落也并不等于美国综合国力的衰弱 美国的国际体系当前啊 包括联合国体系 西方盟友国体系 包括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这都是二战以后美国主导建立 还是非常强大 这就是美国规则嘛 美国的实力 霸权衰落指的就是美国领导国际事务地位 能力是不断下降的 包括重塑国际体系 在国际体育维护创新等等 这都是衰落的重要表现 尤其是美国霸权衰落 国力升降是相对不同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呈现 所以咱们看到俄罗斯为代表这些反西方霸权 他们想一蹴而就 他们这个俄罗斯人 他们都是他想一夜之间改变 比如靠战争 我牺牲掉多少人 然后一夜之间改变这个霸权 这个我觉得幼稚了 咱们中国人没有想过这个 也没有想过去取代美国的霸权 中国人从来没想过取代美国的霸权 你那是东西罗马之间的矛盾 跟咱中国人没关系 所以咱们中国人看到俄罗斯使用武力这种冲突 其实看的挺揪心的 这种东西不可能一夜之间 俄罗斯人相信他一夜之间就可以改变 国力升降是相对的 你说相对于中国21世纪以来的迅速崛起 那美国的力量当然是相对衰落 你看但是美国人相对于欧洲日本 他国力太上升了 这挺有意思 美国在西方盟友当中仍然是有主导能力的 甚至出现了美国对西方盟国的完全控制 完全控制 你看这对欧盟 这次俄欧冲突 如果把美国还有盟国的综合实力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那中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咱们说要保持一个长期的 咱们千万要认清自己 是个长期的趋势 中国的目标是50年 绝不是什么现在等等 战略相持 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 权力转移 这也就是核心 这种矛盾 美国要维持 中国要崛起 那这种矛盾之间对抗合作 是吧 就是这么相辅相成的 首先呢 在大国权力过程当中 崛起国 与守成国之间必然产生对抗 守成国倾向于这个 向崛起权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 是或者是避免二者全民对抗 这种权力转移 是否会逆转 最后导致崛起国失败 或者是导致守成国加速衰落 这是决定性运策 还有就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力量 差距缩小 会否产生极限 并导致战略摊牌 有一个玩不起了 战略摊牌 普朗普就要战略摊牌了 他想早点战略摊牌 那你看这个逻辑就非常有趣了 所以这应该是人类历史 非常非常壮观的一次 一次这个力量 一次老二崛起 咱们中国只要成功了 是非常壮观的 咱们说 咱这个频道亲历了这次事件 我觉得真的非常有纪念意 到50年你可以算一下 规模是相当大的 第一第二 这两个大股大的经济体 中国与美国的经济总量差距正在缩小 咱们可以算一下 2001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10% 到2022年已经是美国的77% 利益上美国可接受的第二位的大国经济总量 极限就是美国60% 现在这个已经被打破了 对吧 中国的经济总量占美国的比例 从70%升到100%的过程是极为快 大为缩短的过程 如果美国不能阻止中国达到或超过美国经济总量 那么美国可以接受中国上升极限是多少 没人知道 这个极限是否会导致二指战力摊牌呢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个问号 所有人都在想看 中国GB超过美国 美国会怎么办 会战略摊牌吗 这是个问号 主要还看美国那边 所以咱们必须要关注 还有就是呢 中美结构性矛盾里边有一定的条件下 可能会转化为对抗性关系 另一种条件下也可能转化为合作性关系 中国美国存在较大的相互依存度和相互 利益关系 就没有一方完全放弃对方互补关系 实现所谓脱钩 这就是拜登为什么选择 这个现在要缓和 中美结构性矛盾体现在全球市场 两种制度和地缘政治三个领域 随着中国保持上升势头 达到与美国持平 那么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对抗整个的对抗度就会下降了 对抗性就会转向妥协合作 中国还是核心要GP超过美国 实力逐渐接近美国 那咱们就算一下吧 这个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陷入困境 长时间西方的经济总量占80%到90% 绝对优势 现在降到50%到60%了 所以西方主导的财富分配 国际事务统地位在虚弱 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了 发展中国国家里边 中国也占三分之一 对西方经济的样力权重 不断提升 那咱们看看中国和整个美国 咱们说要想博弈 那中国的经济总量 那未来30年 中国一定会面临美国为首西方排斥中国 中国以前是不得不融入 对吧 那变为什么变为中国比较主动的塑造和改变国际格局了 这就是中国的一带路 这就是非常明确 中国就是要重新 因为对方排斥我 我必须要改变 原来我想向西方那边加入 但是人家排斥你 搞了个CP 搞了个TPP 对吧 中美战力相持阶段特征 其实就中美对抗性是有限的 中美之间的战力相持 对抗是有限的 中国本身没有把美国当做一个对手 当做一个咱们说要取代的目标 因为这种对抗 你首先需要美国挤备于自己的国际消耗 而且未必能达到目的 美国对中国也是对抗一直是有限的 说白了 你需要长期这种消耗 那这个对于美国来说 他有没有这个决心 中美双方都存在对抗有限性和战略相持阶段 那就是稳定 这就是双方之间 这个一个基础 因为双方都没有这个绝对的意志 能扛这么长时间 特朗普执政这四年当中 美国曾经试图对中国实行无底线对抗战略 咱们说全政府全要素使 攻击中国 是证明美国无法打垮中国 反而让美国付出过高成本 你看那个议会 议会的政变 咱们可以加引号 那个就是一个最高的成本 把他底裤都扒光了 特朗普对价值5000亿美元中国商品高关税 92%关税转移到美国消费者 这美国就大大幅的通胀 那咱们咱们看看美国的联邦债务 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不全是无限量QE造成了 咱们看这十年当中中美之间 咱们最关心的还是什么呢 中国到三五年基本的技术领域会接近美国水平 这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未来的十年左右 中国企业在各领域是能做到跟美国差持平的 然后再到50年 在科技领域与美国并驾齐驱 那你说未来的科学技术领域 中国会在205年要达到跟美国一样 所以这是你看21年国际货币基组的预测了 2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美国90% 27年到28年与美国持平 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 预计2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赶超美国 那这些国议机构评估比中国的评估要乐观一下 规律计算等等 30年中国GDP与美国持平 应该是适中了 未来十年如果美国保持平均2%的年纪增长率 中国保持5% 到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赶超美国 也就是说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 总量在25万亿到28万亿美元之间 这是一个适中的预期 尽管中国在跨国美国打击第二大国的警戒线 就是2021年到30年 10年间仍然是中美最危险时期 咱们讲美国会不会直接动用军事量 所有矛盾其实都在这个期间爆发 所以这到30年中国GDP超美国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赌博 有人就是会压住中国 有人会压住美国 这个赌博那就是你想想高风险高收益 大家想想这个世界 人生能有 如果在2020年到30年第一个时间内 中国的经济总量赶上美国 咱们算一下 30年到40年第二个十年 中国经济总量 综合股力赶上美国 你看第一个经济总量赶上美国 第二十年我要我的能力赶上美国 中美战略相持到40年 中美战略相持力量的对比就发生逆转了 到50年就彻底的中国跟美国平起平坐了 美国就估计是没有能力了 那时候是真没能力了 30年过去美国基本上没能力 因为40年中国要赶上美国 40到50年第三个十年 中国就会主要领域 包括科技领域完全追平美国了 科技领域追平美国 咱们看看现在全球的主要大公司 所以未来你想你的投资机会在哪 在中国呀 你美国就这些了 那我要40年 49年对吧 50年要追平美国科技 那你想想中国有多少科技公司 要变成你的机会呢 那到2020年中国的企业专利数 和自然科学核心刊物的论文数 指标已经超过美国了 所以咱们说这是完全有希望的 中国与美国的差距最大是软实力 包括各种文化载体 传播力 你可以想想 那中国2049年 你让中国有多少的潜力 挖掘 今后30年的战略相持阶段 美国更多是利用软实力 优势 还有成本 收益 性价比 等等要跟中国对抗 这个期间内 就用软实力 中国对抗 就是美国的策略 咱们讲 中美真正的战略摊牌 对美国来说 除非什么 除非他这个整个统治阶级遇到这个不可测的情况 这是咱们说这个最有魅力的历史中最有魅力 那中美的这个力量对比 有显性因素 也有隐性因素 隐性 主要是软实力 咱们说这些东西不能不容易统计 多大程度上能培养一批 同等数量的可以人才 这些隐性因素方面 中国的劣势也非常明显 文化教育 中美的文化教育 世界大学排名 等等 这些隐性因素 所以中美 中美间力量差距 实现中美力量的优势与劣势的转换 就是在相持这30年里边 实现中国经济 整体的内部治理转型 然后呢 中国今后30年 就是要改革 这个国内的发展战略 放在中美战略整个框架下 就决定了中国 未来能不能把这个 劣势转换优势 实际就是中国内部 的改革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容量 这是中国最大战略优势 战略相持 阶段中美力量对比决定影响 就是中国有14亿人 国内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是1万美元 如果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倍 变成28万亿 人均2万 那就说在30年 大概率就可以达到 我们的目标了 30年目标 人均2万美元 但是咱们说 如果美国上升到28万亿美元 它需要30年实现 人均是9万美元 对吧 人均GP9万美元 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 你要撑破天了 中国的市场潜力非常巨大 吸纳外国商品的进口能力 可以转化为国际经济合作能力 商品出口能力 可以转化为对外投资能力 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 那一带路实际上就是 中国国内市场潜力 转化为海外市场投射能力 实际上容量在某种程度上 也就是文化传播力 这是中国的规则 中国规则 现在也是在 就是将中美市场竞争 战略竞争 一个结合 可以看 中美战略相持阶段 美国力量也存在局限性 咱们说 它联邦财政危机 对吧 你可以想想 它已经是30多万亿 32万亿美元的池子了 债务了 这就是它一个局限性 金阁格曾经判的 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 来自于联邦债务 联邦债务越大 美国就越危险 当前美国经济有三大泡沫 一个是美债 而且通胀 还有就是美国股市 应该是40年新高了 通胀率8% 你可以想想这些 主要还是美国当权者 滥用美元霸权 中国呢 具备欧盟和俄罗斯 都不具备的超强的抗打击能力 就使得美元遇到了 前所未有的反击 反制 他没想到没被收割 中国没有被收割 各国呢都 对美元霸权滥用 是非常反感 因此现在去美化 这就是美国的最大战略局限性 中国的最大的优势是市场 这个市场是没有任何的 只要中美不摊牌 那这个市场还是对全世界开放的 你可以想想 这个吸引力和美元 给全世界 所有人其实害怕有美 而全世界都不害怕中国市场 这完全不一样 中国可以尽情的使用中国的这个 全球最大市场 这么一张牌 美国美元霸权 对吧 美国人 唯一的美元 这张牌 现在看世界上正在有很多国家 正在排斥 美国的国内离心倾向也是非常严重的 这个牵制了美国遏制中国能量 这两年美国国内各种的分裂倾向 已经达到了最高点 复杂性超过美国内战起家 种族 对吧 贫富 分化等等 红兰州 对吧 面对这种变化 这就是对他一种志愿 咱们主要目的还是推迟中美战力摊牌 咱们说能推到40年 那对中国有利 你说30年中国GP超美国这个报复 但你要能推上40年 那中国的核心能力 已经是跟美国持平了 这个摊牌 中国并不担心 并不害怕 就是怎么样利用自己的 这个优势 能够缓冲 把这个战力摊牌期 咬往后延 咱们讲三个十年吧 每个十年至少两任美国总统环节 对吧 每任总统上台或下台 美国政策都会调整 转折 那么这个调整 转折过程中就出现战役阶段的 激化和缓冲 那这个缓冲期 就是中国必要利用 战力相持期的中美表现 咱们说三年到五年 和较短时间的战役缓冲期 两到三年交替进行 这就是未来中美关系 你看拜登上台以后 冲了一把 没用 然后现在要大选 又缓冲 核心就是什么 就是必须要 抓住中国这个议题 然后呢 掌权 然后如果没用 他就立刻转入什么 转入内部斗争 内部斗争 他必须要缓和中国关系 非常有趣啊 所以美国人没有办法 像中国这样啊 持久的 去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 美国人可不行 美国人两到三年就换啊 这就是美国的问题 非常难啊 如果咱们20到30年期间里面 能够避免美国 每一次对中国的冲击 是吧 像川普那样 搞成中国中美的战略摊牌 抓住每一个缓冲期 他每一次大选 其实都是缓冲期啊 战略缓冲期 有一年到两年时间 咱们把这个战略缓冲期 给利用好 消化掉啊 一些这个 咱们是对中国不利的因素 针锋相对来痛击 来犯之敌等等 咱们可以保持到40年 完成中国的战略目标 这就是中国的战略记忆 中国战略记忆是通过自己 拜登上台啊 引发了一个战略 第一个战略缓冲期 就拜登上台 那第一个战役计划啊 这个周期交替的时候呢 咱们讲过 拜登上台其实啊 非常重要 就是中美的战略缓冲 川普是真的要干啊 而且他要真的干的话呢 他没有盟友帮助 他要自己干啊 结果美国的这些 这些这个资本家已经发现了 这不傻貌吗 这等于是赌博啊 这个政治家在赌我们所有的财富 你想想这个川普在赌 美国所有人的财富啊 这个啊 这些啊 咱们说这些有钱是绝不能同意的 聪明是两头赌啊 目前看 第一轮的这个计划期和战役缓冲期 交替 目前看这个样板 咱们必须要关注 因为后续的美国总统啊 也是这个套路 上来计划 然后呢 没能力了 然后就缓冲 因为他要马上大选了 所以咱们中国人 未来关注中美啊 我觉得这一点 尤其是第一个样板 拜登啊 咱们必须要关注 咱们目标是2049年啊 不是现在啊 咱们有镜头 咱们节目标是205年3月 咱们角� regard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